第二十一月 专指俗卧之众生 若能回顾 法菩提醒意向专念 以借得往生 伯根伯道 那我们回顾上面 弥陀这几月 那二十一月 专对造作我业的众生 这个说法 让我们细心去思维观察 哪一个众生不造我业 具有素握的众生 可以说是 六道轮回里头 所有众生都包括了 祝天使下呢 他有没有我业 有 怎么知道有 寿命到了 他往下堕落 这是什么原因 过去身中造的我业 起现起来 如果没有过去的我业 他就没有 我道的种子 不但他不会多我道 我道不可能 在他面前 献出来 因为他没有因 所以 我们就能够断然 决定 一切众生 没有一个不造我业的 只是有多少 轻重的差别 说 不造我业的众生 找不到啊 你也设加如来 在因地上 还有造我业 乃至于成佛之后 还有这个业报 那世尊有三个月 马那之报 那孔子 也有一段时期 再成绝粮 没饭吃 这身心佛菩萨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 这是不善的苦 当然 就有不善的因 那么有了过失 不怕 有了也也不怕 若能回过 发菩提心 这八个字中有 真正能参悔 真正能改过 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真心 不是菩提心 同是妄心 真心是什么 世尊 世尊在观无量寿经上 告诉我们 至尘 也就是 真尘 到极处 真真正的极处 是什么样子 对自己是清净 平等 救 对别人 是大慈 大悲 这是真诚心 发出来的样子 真诚是体 发出来的样子 是其作用 对自己 清净 平等 救 才叫做菩提心 阿罗汉 辟致佛 没有发菩提心 这二臣 都得到清净心 平等 救 没有得到 不叫菩提心 是善心 是真真诚心 没有达到极处 达到极处 自己一定是平等救 救 就是禅宗所说的 大吃大悟 明心 见心 所以菩提心 有没有发了 没有 菩提心 一发 就明心 见心 没有明心 见心 这个人 没发 菩提心 他还有 自私自利 他不能 十极为人 这没发 菩提心 可是菩提心 一定要发 我 没发 我 过 自己 不 我